很多社会是走不出这50年关口 你看日本、欧洲去到这样一刻 最大的问题是人口不够 又不可以输入外劳 投入低也很难再有长期增长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但如果这50年是一个限制的话 退休金也是一个问题 投资在哪里 现在国家社保基金 其实九成都是在内地的资产市场 一成可能会在外面 其实可以提高一点 这应该是未到上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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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市场 嗨 各位朋友 今天讲一讲中国国家延长退休年龄 法定退休年龄这个事情 刚公布了国家会在退休年龄上 在国内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 有什么改革呢? 就是在退休年龄男女 因为国内男女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 就是2025年即明年开始 婚15年将男性的退休年龄由60岁 提高到63岁 大概以每四个月就提高一个月 就是这样的速度 女性就是55岁提高到58岁 中国在男女退休年龄上是不同的 现时男是60岁 女是55岁 男一向都是60岁 但是女其实已经提高了一次 在2010年之前 其实女性的退休年龄是50岁 在2020年提高到55岁 即是女性会再提高到58岁 这个就是退休年龄的提高 另外最低供款的年期 也会在2030年开始 提高 起码要供20年 以前供15年 就可以拿退休金了 现在起码要供20年 2030年用10年左右 就将15年最低供款 最低供款的年期 提高到20年 大概是每六个月 即是提高一次 即是每年提高六个月 最低供款用10年来提高五年 最低供款的年龄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主要的改革 我会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么做 长远有什么影响 短期也有什么影响 大家要知道 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较短 中国的平均寿命其实是在1950年之前 就是文初这些时间到 清朝以前其实很低 低过50岁 一个人平均都比较短 所以以前退休年龄50 55或者60都是相当之高的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 现在每五年的一个五年计划 其实我们都有个目标 就是将人的 就是那个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就是 即是出生月期的寿命 其实每五年计划 都会提高一年 现在内地人 其实中国人平均有七十几岁的寿命 所以说55岁退休 其实都是比较算年轻的 所以为什么要提高退休年龄 有几个考虑的 第一就是生物学上 或者是中云的人均寿命就越来越长 以前制定的退休年龄 其实就是在以前的人均寿命 预期的计落 现在人既然长命了这么多 即使经济好经济不好 不要考虑经济的问题 都应该是提高一个比较适合的年龄 即是去准备一个怎么为止退休 怎么为止长者 就提高了 这个是法定年龄 记住 法定退休年龄 就跟你实际退休年龄 是未必一样的 只不过为什么要有个法定呢 就是因为 如果你没有个法定 就很难去问雇主拿退休金 政国国亦都不会给你有退休金退休福利 所以法定退休年龄 就是主要是给你一个法律上一个许可 你可以享受 比如国家的退休福利 你有个年龄 如果你没有这个年龄 那究竟哪些人可以拿 哪些人不可以拿呢 那也是退休金开始拿那个年龄 当然实际什么时候退休 有些是强迫退休的 如果说国家可能是 法定退休年龄就强迫退休 那你退了之后 你可能是私人企业 或者自己做老板 你都继续做事的嘛 所以这个法定退休年龄 就未必是实际退休年龄 通常在公营机构 就会比较执行一致的 就是你法定退休年龄 到了通常就退的了 这样 私人机构 一般来说都要退的了 那为什么不退 不退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可能他买不到保险 或者是 本身可以聘用更便宜的年龄 为什么要聘用退休的人呢 所以 退休的制度 制度和人缘其实是未必一致的 如果个个都想退休 个个都想60岁退休 其实就不需要有制度强迫你 有些人你问他是不是想退休 有些是想 有些是不想的 有些可能想做到他真的很老 七十几岁八几岁就继续做 他可能未必是想赚钱 但他想过一个 例如 每天都会见到朋友 去公司 有一个社交的健康生活 不是个个都想提早退休 有些人喜欢做事 所以你说 退休作为一个 如果你没有这个制度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你会发现 当然 在公司或者机构 越年长那些 他的权力就越大 如果他是不想退休 如果他是可以做到不退休的 因为主要权力都是比较连长高层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法庭退休年龄 很多机构就变了很多人都退不了下来 或者不想退下来 那年轻人就很难想 好 讲讲这个事实之后 究竟有什么改变呢 就讲讲为何要这样做 第一就是生物学上 因为我们年龄长了 所以退休年龄随着都要提高 跟回日均寿命长了多少 退休年龄就适应提高 这个跟社会经济 政府财政未必有特别的关系 这个可能是自然的需要 第二就是考虑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主要考虑几件事 当然社会现在人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 但到最后医疗的开支 养老开支都落在政府那里 不是所有政府的养老金 医疗机构都可以维持 这么龐大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老化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都是一个解决人口老化的 其中一个方法 减少政府的负担 你有工作做一来你可以健康些 有时在家里没有东西 健康可能还落得快些 我认为有些朋友是一退休 生活改变太快 所以突然会有疾病 所以私人负担某部份 退休后医疗健康开支 第一 第二 其实延长退休年龄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对消费会有一个影响 有什么影响呢 好影响还是好影响呢 当然如果你的经济是好的 你个个退休都不想退休 个个退休之后 或者日本60岁 我想做65岁的 本来你不让我做 现在让我做了 退休的收入就更加高 我不用依赖不足够的退休金 我的收入未来的收入会多了 我现在就会肯花钱一点 如果大家预期经济会好的 退休之后都有工作 或者退休生活无忧 大家消费会多了 这个正确就是美国的制度 美国是define benefit 的制度 即是你退休的钱不是你做的时候 contribute 贡献的 一般都是mix define contribution 大部分 define benefit 小部分 但美国很多都是define benefit 即是你平时没工作 你年轻时没工作 你退休也有钱 下一代仰来 这就是需要庞大的下一代 不断的下一代 由人来 才支持这个制度 所以美国人有这件事 他退休无忧 无论我怎样都好 我现在退休金一定是无忧 我消费 今天就愿意消费 所以美国这么大国家 不是靠出口 因为不可能出口给其他小国 所以美国一定要自我消费 要自我消费 是世界第一大国 一定要有一个肯 令到你消费的原因 所以你的退休制度一定要好 一定要比较可持续 而且不会基于你的经济好不好 或者你会不会怕不够钱 所以美国是靠这件事 所以要看市民的期望 当然现在你这样突然间改变的制度 很多时候社会不是那么受欢迎 尤其是你改退休制度 延迟退休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你看看欧洲 尤其是欧洲法国 那些法国人就很享受休息时间 福利 你现场退休当然不肯制过你 本来可以60岁 拿退休金就很舒服 现在可能要做多几年 所以每个地方去有不同的需求 或者不同的一个反应 俄罗斯都试过 延长都是有些反弹的社会 那中国会怎样呢 当然年轻人未必那么欢迎这件事 因为他会觉得本来就业的情况 未必那么理想 但现在可能那个老人家 可能辞退休会不会影响工作 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 但我觉得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很多是国营企业国有企业 既然国家都提倡延长退休 那国营企业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你肯定可以工作多几年了 因为不是一个私人市场 这是国策 所以原本你要60岁退休 国家60岁 这些公民机构60岁就要你退 现在要你63岁退 所以在做那些 如果你在公民机构做的 其实你的工作安全感是高了的 即是你预期将留学收入 也会多一些 这批人可能会愿意消费多些 有一批人因为这样受到保护 不是强迫你退休 而是保障你多做三年 因为你是国人机构 所以这一部份人会受益 如果这部份是大部份人 整体的消费意向会好 现在国家面临一个樽颈 就是我们一个社会 其实在发展的时候 就算你跳过了中振生活陷阱 你成功转型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 你都难跳过这个 去到某一点生育率下降这个陷阱 或者这个问题 因为女性 生育率其实就是看女性的时间 最重要 女性当经济发展的时候 去受高教育 去工资高了 去生育成本高了 时间成本高了 所以整体社会的收入率会低了 而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 所以变成去到某一个位置 退休人数就比入劳动力的人多 劳动力就会萎缩 投入端劳动力萎缩 就是input萎缩 而资本未必可以持续的话 社会就一定会向下走 这通常是发生在社会 发展了大概50年左右 50年左右就好 很多社会是走不出50年的关口 你看日本 欧洲去到差不多 最大问题是人口不够 又不可以输入外劳 投入低 也很难再有长期增长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50年是一个限制的话 退休金也是一个问题 投资在哪里 现在国家来说社保基金 其实九成都是在内地的资产市场 一成可能会在外边 其实可以提高一点 这应该是未到上限的 但是如果一个发展经济 你发展到差不多 去有一个平颈 而平颈暂时有方法解决 退休金是一个长期的资本资金 应该多些投放在海外更加成熟的发达经济体 去分散风险 因为如果你有封闭体系 而你的退休金也是封闭体系 就有一个我们叫systemic risk 整体上会有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件 除了延长退休年龄 怎样解决老人家的退休问题 如果你的回报是 社保基金的回报是可以高一点的 可以分散多些风险 那部份能解决养老 退休的问题 所以结论就是 延长退休年龄这件事 在中国上来说 迟早都要做 因为始终人均寿命越来越长 社会也有相对的问题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 这个政策是一定要做的 第二就是 整体来说 其实有可能会刺激 目前比较淡静的消费 因为现在我们面对一些财政压力 投资亦都说 FDI有些是撤离了 所以在投资方 或政府的开支都不是一个 我们叫做Engine of growth 出口可能增长 可能不增长 因为外边都在打压我们 如果只剩下一块消费都没有增长 我们很难会有经济增长 可能会萎缩 所以延长退休年龄 是有机会刺激目前的消费指导 另外很多建议就是 多些分散投资 就是把社保基金再提升多些部分 去投资 一个比较海外成熟经济体 比较长比较稳定的回报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这个小铃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